第六章 你信念的躯体与其力量结构 第627节 1972年11月13日星期一 晚上9点21分 在过去几天里 真接到很多从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 也收到一大堆的信 这些信与电话都是来求助的 他们希望塞斯或真能够对他们的处境有所帮助 其中有部分陈述的问题非常严重 严重的程度 常常超过我们三个所能提供的任何合理 更别提快速治疗可以解决的 真和我常常因为帮不上忙 又很为这些人的遭遇难过而觉得懊恼 除此以外 即使我们真的能帮得上忙 若要帮到底的话 那么只要有少数几个人求助 我们就完全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了 这种情况在真来说 也只能尽力而为 不久前 他才接见了一位访客 那位客人在各方面都显示出 在他身上有第二人格的存在 今晚正当我们在等塞斯开课的时候 真说现在有两个频道都是开放的 其一是有关前述那位访客的资料 而另一个则是本书正文 最后他还是选了传书 因为他觉得这本书能帮助的人 数量远大于凭一己之力 所能做到的程度 晚安 赛斯晚安 口述 第六章 你信念的躯体与其力量结构 以上是本章的标题 名副其实的来说 你住在你的信念形成的躯体里面 你也是透过这个信念躯体来感知 你的信念可以增大你的能见范围 也可以缩小你的视野 可以提高 也可以减弱你的听力 或其他的感官功能 举个例子 如果你相信自己到了某个年岁之后 听力会退化 它就会退化 你会越来越不用自己的这个能力 不自觉地把注意力转移到 其他感官的运用上 以作为一种听力推减的补偿 渐渐地 你会越来越不依靠自己的听觉 最后听觉就真的萎缩了 身体方面的机能 就以上这种情形来说 完全是一种习惯 你只不过是顺着自己的信念 而忘了如何正确适用听觉 在听觉使用上所需的各种细微控制与运用 就受到了你无意识的镇压 于是身体上实质的恶化情形 就真的随之而来 听不到 并不是因为先有了机能上的毛病 而是机能上的恶化情形发生在后 同样的这种发展 几乎可能发生于身体的任何部分 可是一般来说 牵涉的不只是一个信念 随着那个前面所说 听觉会变迟钝的信念 你可能同时还有一个 视力也会减退的信念 这两个信念 又可能受到你另一个信念的强化 人欲老欲不中用 渐渐变得连日常生活都应付不了 请注意 这个信念会自动发生作用 以确保真的会实际显现 反过来 如果你的想法是 智慧随着年岁而增长 对自我了解的增加 会使自己年纪愈大 愈能心平气和 敏锐的心智 让人更善于评估环境 肉体感官上 更能够欣赏各种各样的刺激 如果你有这些想法 这些状况 就真的会在实际生活中 与你喜相逢 而整个身体 也会随着你的信念 长保康态 再说一次 你一定要了解 你的念头或是思想 并不存在于虚幻中 仿佛没有实质的幽灵或幻影 它们全部都是电磁石像 影响你的身体 并且自动被你的神经系统转化 变成你血肉中的东西 或你体验的东西 你的意识心 原本应该要评估物质实相 并且帮助 现在身为有形宇宙一部分的你 在茫茫人海中设定航向 前面提到 你整个存在的其他部分 全要靠你来执行这个任务 任凭内我取用的资源与能量 全都因而集中了起来 造成意识心想要的结果 有效的行动力量 完全跟着你的信念走 相信自己的无力与弱点 就等于否定自己的行动能力 如果你不分好坏 就对所有临到头来的信念 照单全收 充其量 你也只是让自己暴露在 所有互相冲突的资料的连番轰炸之中 这样一来 原先清晰的力量与行动的方向 就变得一片模糊 这时候 矛盾的要求与评估 就被送进了内我 而内我会想尽办法来告诉你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性质相似的信念 会互相吸引 因为你对自己的行为与感受 有一种寻求前后一致的倾向 你一定要学会直接处理自己的信念 否则你就会被迫间接与你的信念打交道 你只是在一片糊涂中对之做出反应 而在实际经验中并不知那信念的存在 当你责骂一个自己很不喜欢的环境 状况或处境时 基本上 以下这句话请划线 你并不是独立自主的行动 而是激进盲目的反应 你是在对那些好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 做出反应 却永远是在对一个情况反应 想要独立自主的行动 就必须开始主动的 对你想要让它实际发生的事情 采取行动 先在你自己的头脑之中 创造它 你要做的是把信念 情绪 想象力 全部结合起来 在心灵上 制造出一幅 你想要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画面 当然 你希望的结果 尚未在实际生活中发生 真要发生了 又何须你去制造 所以说 实际经验 似乎处处与你想要达成的结果相反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由于意念与信念都有这种电磁石像 所以在尖锐对立的信念之间 不断进行的交互作用 会产生出很多十分严重的力量障碍 阻挡内在能量的向外流通 有时候甚至会造成一种两极化现象 比如说 未经消化的信念 未经解释的意念 全都会显得似乎自己有了生命一样 这些东西可能有效地住在你的某些活动范围 不久前 鲁伯就曾亲眼见到信念的性质 以力量化为具体的示范 一个住在另一桌的男人打了个电话给鲁伯 希望能和他约个时间见面 不知是什么原因 鲁伯有一种想要一见此人的冲动 于是就定了个约会 这个人在太太的监护下 坐飞机来到了这里 这个人是个活生生的研究案例 显示出相互冲突的信念 在不欲检查之下产生的效果 一个人纵容意识心否认他应付的责任 以及一个人变得连自己都怕 这时候可能发生的后果 在这个人具体显现 一个可怕但又极为痛苦的化身 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 自己的信念自行获得了生命而活了起来 相比之下 他自身就显得没有力量 他从来就不曾试着 直接调停这些对立的信念 直到这个人格本身 实际上已然相当两极化为止 你当时面对的是一个 可称之为经典案例的第二人格现象 我之所以在这里讨论这件事 是因为它如此完美地 缠明信念的本质和力量 以及当一个人在不肯为自己的思想负责时 会发生什么冲突 这并不是一个常例 但是当意识心的内容未被检视时 在身体或精神上 这样的一个分割 多少会发生 进门的时候 这个人全身憨毛耸立 充满了敌意 摆出一副准备战斗的样子 他认为向你求助的需要 完全是因自己软弱而引起的 他一进来就怒视着我们的朋友鲁博 眼光中充满了强烈的情绪 投射出所有他能投射的能量 借此告诉大家 他绝不会退缩 若是有什么人能控制全场的话 这个人绝对是他 他谈到一个比他自己强势很多的人格 不过他说 就算这个屋子里面有150个人 他自己可以叫屋里的人 全都顺从他的命令 他说 在他身上的这另一个人物 是从其他银河系来的 以一个朋友的姿态来帮助及保护他 在他的命令下 他说 这个无形的朋友杀死了一个律师 因为照这个人所说 那个律师非但不了解状况 还伤了我们在讨论中的这个人的心 为了方便 我们姑且称这个人为奥古斯都吧 为了鲁博 我们暂且休息一下 10点30分 自从上次休息之后 珍就开始间歇性的咳嗽 现在他愈咳愈厉害 使得塞斯不得不中断传述 这种事情很少发生 在珍休息的时候 我建议说 如果塞斯回来 他最好谈谈他咳嗽背后的理由 他真的做到了 出乎意料 塞斯说的话记满了好几张纸 全部过程于晚上11点43分结束 就会把这种东西的咳嗽背后 感谢观看